好 勞王剛看到的是川普在今天的美國勞動日的記者會 這一度宣示 這個製造業回美國的公開討論跟政策 而且揚言 拗收行在中國的這一些還會加高關稅 那不惜跟中國經濟全面脫鉤 對 勞動節當然是要優先要對勞動喊話 他主要提出幾個數據 我覺得都非常漂亮 像他說這個光是8月還是9月 單月的這個就業人數就增加160萬 是成長了10% 那另外他還提到這個因為疫情造成的衝擊 這整個當時大家會覺得說這個失業率 可能到年底會衝到這個10% 他還提出的數據告訴大家說 到年底失業率會比你想像中的低很多 所以你可以發現整個美國經濟 在這個所謂的FMG帶動之下 整體來上是有喪良 而且他提醒大家提到一個數字說 新冠疫情造成衝擊 不管是一整週的平均案例 或是死亡率 都已經遠遠低於當初最嚴重的情況 所以他告訴大家就是告訴勞工說 你們用心在做 然後用心在做你們這個支援的 你們的就業機會我會幫你爭取 另外我要打擊中國 因為中國什麼 因為拜登如果你們選給拜登 拜登就是中國的傀儡 他還說他拜登的那個夥伴 他是最國會裡面最左的 他其實要抨擊說 如果你選給了拜登 你會讓中國偉大 讓中國偉大之後 你的工作機會就會被剝取 因為企業就去留在中國就好 所以一直扣這個勞動節 就對勞工喊話 所以你要選給我 我會讓你的工作機會增加 這主要昨天在講到 然後再來一件事情 川普還說 不管之後是要脫鉤 還是要對中國加稅 反正我的最後終結 我的第二任的最大目標 事實上第一任你在做 我第二任最大目標 就是要中國對終結 對中國的依賴 他說我用很多方法 比如說你企業要回來 你企業一定要回來 然後比如說你不能讓 我剛才提到了拜登當選等等 我覺得都是昨天川普裡面 在談話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他也告訴大家 要嘛未來就走向脫鉤 要嘛我就不斷的客觀 所以讓你這些企業回來 但我要再講一點 他過去就告訴那些美國企業說 你一定要回來 你現在不回來 你等選後 我就來秋後算帳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 那其實川普講這種話 我們看到近期有外媒 這研究機構就發表了一份報告 告訴大家說 過去曾經對中國卑躬屈膝 我們就如果想白話一點 叫跪舔的地區 一些企業 著重在這張圖上面 紅色的 紅色的地方 那我直接看我們台灣好像在那裡面 就是說事實上我們有很多台商 也在中國過生意嘛 那在中國做生意 本來就要聽這個中國的 那你可以看到北美那一等塊 幾乎都是要跪舔的 所以川普為什麼現在會不斷做這個動作 就是他希望可以把這樣子過去 長久以來跪舔這個情況 再從美國本身開始做起 那這是重要的圖片 那已經可以看到有一些國家開始不跪舔了 其中我們這個節目談很多次的叫做印度 印度現在等於是中共 這個民爭暗搶 已經幹得起來了 那目的非常兇 那昨天通訊部長出來講話 你要注意我們之前跟關鍵有討論過 印度很多新聞 很多消息都是他們自己官方出來講的 都不是媒體揭露的 所以我們講的都是有評有據 他們通訊部長自己出來講 有八家蘋果的工廠 已經搬移到印度了 但你不用想太多 這八家很多都是我們台廠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 都是鴻海偽創合作這些 對 廣正其他就很大家 因為我們台商本來就是鴻海組裝供應店 本來就是蘋果組裝供應店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中心 那你可以看到印度正在多撥取這個 而且印度最近在放出的消息 就告訴大家 不是小咖的企業來印度 都是大咖的 你知道2014年的時候 整個印度 全國只有兩家手機廠 到現在已經220家了 開個玩笑 如果像剛才剛才講 如果印度再強悍一點 明年2400家都不是奇怪 對 鴻海這種 或者偽創合作這一種 是大咖組裝廠 他有很多中小型供應鏈 會跟著大咖 一直久 會形成聚落 三星也要去 三星也有供應鏈 而且蘋果 我一直強調是蘋果市占 在印度一直賣的不好 就是非常非常低 如果印度是蘋果有機會打開 在印度的市占 那我覺得這個所謂蘋果供應鏈 不會是只有組裝廠去 未來很多周邊 也都跟著過去 我覺得大家可以注意 這個是印度大遷徙 2000年之後 我見證了中國大遷徙 最後一波到中國大量投資 就是臺灣的電子五哥 然後你就每天看到新聞說 電子五哥哪裡設新廠 然後長江三角洲設完之後 他們往內地走 所以他們走到重慶 那他們當中有一些人 當時還宣傳他們跟薄熙來的關係多好 他們從重慶將來出貨 直接到這一個歐洲的市場去 那現在變成是印度大遷徙 什麼前面幫你開鐵路 前面幫你開公路 現在印度就這樣 你要土地給土地 藥水給你水嘛 那不只只有蘋果去印度 我們看到三星 三星也是一直我們追蹤的國際大廠 我們現在講的是國際大廠 他也在撤出中國生產店 你看過去的時間去從2018年來 是他過去三星在中國很多的製造工廠 也有很多研發部門 可是在這幾年從2018年不斷的撤出 包括他最新昨天已經宣布 他要關閉他在天津裡面的 那個家電工廠 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手機部門 原本那些家電的電視螢幕 都還留在中國 是手機先撤 現在是連家電的 還有這些一般的部門 電視部門 家電部門 也全部都要離開這個中國 現在目前以三星的佈局 在中國只剩下兩家工廠 所以我認為三星這個搬遷的動作 會持續持續 那他不只是往 我們上次有談過越南 他也往印度去 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 這個是一個全球的大千禧 那回過後來看 印度為什麼要做這樣子 為什麼他要跟中國披敵 因為很簡單 你可以看到這是2019年 的人力的薪資的成長 印度是排名第一的 就是說他薪資本來就很低 印度這邊 可是外來的外資會給錢 外資薪水本來就給的比較高 所以他會大量的促進 本地勞工的薪水成長 2020外媒的預測 研究機構預測 也會是排名全球第一名 第一名印度 第二名越南 第三名印尼 都是中國跌倒 他們吃到飽 就是我們剛才常講 東南亞或是所謂的南亞 所以你說印度要不要繼續爭取 這塊當然要 所以印度未來這一塊 會繼續在爭取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我們之前談到這個 川普要打抖音 為什麼要談抖音 因為公布八月公布最新的這個 APP的這個營收 你看抖音還是第一名 你禁止他了 他是還沒有完全禁止 抖音超過U2 對啊他超過他一直都超過U2 他非常厲害 而且我要跟大家分析他營收 營收佔比第一名 其實除了中國以外 排名前幾名的第二名就是美國 所以為什麼川普要打擊他 因為曾經抖音阿嬤 就用這個來反擊川普的競選網會 所以川普把他放在心上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抖音的壯大有很部分是來自美國貢獻 所以為什麼在9月15 大家可以注意 這是Day9 川普會不會做出什麼動作 那之後我們可以看到 美中的對準 這個等一下可能會談 這個中國已經宣布 我要對你這些外媒 因為你限制我外媒 那我也限制你外媒 我隨時可以不發給你訪問的簽證 請你注意 那中國也反擊說你所謂的 進網計劃 我們也來反擊你 我們有所謂的全球資安標準 這不是只有你那一套 我們也會一套 所以我們常常講 一個地球兩套標準